区近四国赛最终以97国奥队获得亚军结束 来自天津全检的U21猩猩无尾 获得了最佳球员的称号 相比于97国奥在区近四国赛不温不火的表现 更多球迷都关注97国奥主帅希丁克 目前希丁克接手97国奥队已经正式管宣 在区近四国赛之后 他就开始正式接管97国奥队 原先的97国奥队临时主帅沈祥福 则是成为了中方教练组组长 希丁克为了更好的管理97国奥 也是从石家庄永昌 叫来了自己得力大将古特币 这位在石家庄永昌支教水平得到认可的主帅 和沈祥福一起成为了希丁克 执教97国奥队的着绑就地 希丁克在区近四国赛上 主要是考察这次入选国奥队球员状态和实力 希丁克表示这批球员能真正让他眼前一亮的并不多 他觉得能真正在97国奥队立足的球员只有4到5名 为此希丁克表示未来将重点从99国勤掐选核式的球员进国奥队 希丁克在上任之初就要进行大刀扩斧的改革和调整 这对于97国奥队也是一件好事 素艺铁血教练形象制人的希丁克 除了97国奥队主帅之后没有过多的客套化 而是一针剑写的指出了97国奥队线有球员实力不足的问题 这说明希丁克在区近四国赛观战并不是例行公事 而是真正用心去发现97国奥队存在的问题 希丁克除了发现97国奥队线有球员实力不济之外 也觉得97国奥要重点抓体能了 希丁克还没有正式上任97国奥队主帅 就给盛祥复带话以后要加达97国奥训练量 希丁克新冠上任三宝火 给了球迷和外界无限希望 确实97国奥队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 在97国奥队是零球员中真正能用的也就是陈彬彬 黄紫昌、张元、胡静豪、张玉宁等星星 这些球员基本上在中超联赛证明过自己 有一定的顶级联赛出场经验 所以未来成冰冰 黄紫昌、张元、胡静豪都将成为希丁克重点以重的对象 另外希丁克如果想在99国清队找合适的国奥球员 刘若凡、郭潜宇、周俊辰、朱晨杰 他都可以重点考察 留给希丁克摩和阵容和熟悉球员并不多 因为距离东京奥运会第一阶段比赛开打也就是半年时间 希丁克必须带97国奥顺利场过东京奥运会第一阶段的比赛 才能让自己主帅生涯顺延到2020年 否则97国奥顺利场过东京奥运会第一阶段比赛都过不去 希丁克97国奥执教生涯注定会很短暂 大家都希望这位曾经带领韩国杀入过世界杯子墙的神奇主帅 也能让97国奥队顺利杀出重围进军东京奥运会 请不吝点赞